故宫博物院文保科技部织绣文物修复室里 几位织绣文物修复师正在工作 除了机器运行的声音外 整个屋子很少发出响动 由于织绣品脆弱不易保存的特性 文物修复过程中的每一次触摸都要无比小心 从我们修复角度来说 防水品文物比较难修复 也比较脆弱 看着很完整很好 但其实可能已经脆了 轻轻一触碰它可能就裂掉了 所以你就要特别小心 每次就是拿刷子一点一点的去扫那个 织绣文物品类繁多 除成衣 官帽外 还包括削鞋袜 陈设类纺织品文物 和织绣书画等等 在故宫院藏文物数量中占有一定比例 目前故宫织绣文物修复团队 共有五名成员 全是女性 她们不仅掌握文物修复知识 还熟悉各类织绣工艺技法 在修复过程中你会遇到很多种工艺 你比如说刺绣的 织锦的 刻丝的 如果你不了解这个工艺 你肯定就不知道为什么会破损 你还要想我怎么能用我现在学到的这些技法 然后再跟文物的这个保护修复相结合 每一件织绣文物的修复都可能会经历瓶颈 它们常常需要开会为文物汇诊 确定修复计划 纺织品文物的修复相对于其他门类的修复 起步较晚 所以说如何判定一件文物如何去修复 如何就修到哪种程度是最完美的 我们前期要做科学检测 还有工艺研究 我们有专家评审会 有多方面的专家来共同来去评审你这个方案是否可行 全年积攒的老土 就是如果要用那个普通的吸尘器 就已经没有办法去除了 所以就是现在就是用这种小口径的这种吸尘器 还能把它这一点一点清理出来 之前我们修复的那件就是有一件克斯的那个红色蟒袍吧 那在胸前的这个地方就是其中有一块它有一大部分缺湿 当时呢我们还认为它是仅仅是缺湿 但是到这个修复的这个环节过程中才发现 实际上它所有的这个缺湿的这个这个线都堆在藏在这个衣服的里面 发现它有很多很多就是这么一大团的这个就是乱线 然后这些乱线呢还都在这个衣服上这个没有断裂 拿一个特别细的镊子 然后把一根一根线从那个乱乱糟糟的那个线里先给它捋出来 然后一根一根给它排好位 再用这个针线的这个钉线绣法给它固定 再修复这么一小块 这个面积就用了将近有两个月的时间 织绣文物的修复过程漫长 大部分不仅需要精心修补 还要经历重复且繁琐的保养整形等工作 一点点清理灰尘一块块抚平折皱 可能短的有几周长的也有可能是几年 我印象比较深的一件就是一件湖蓝色绣凤纹的大卧丹 这件文物我当时修了将近一年的时间 因为呢就是纤维已经遭袖跟脆弱了 我需要用直径只有两毫米左右的这个锡头 一点一点的去除尘 就是它的精美的刺绣啊 闲路出来的时候 就感觉一切的工作都值得了 从2005年至今 故宫织绣文物修复团队已修复文物百余建 但有大量文物仍在排队等待修复 这个团队平均年龄不超过40岁 却都已决定要择衣室终一生 当它修好那一刻 包到展厅里那一刻 然后当有很多人看 或者是在前面有议论的时候 你就会有一种莫名的成就感 我觉得很多年轻人包括90后 包括00后 他们都对这个传统文化就是有着极高的兴趣 文物修复最大的意义就是延续性吧 因为我们在修复好每一件文物之后 然后使文物它延缓它的生命 后代人就也许有机会 再去对这件文物进行研究 我觉得可能是我们每一个文物修复者 最大的心愿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